新华社巴格达1月14日变,记者程衰鹏、扎妙,正在伊拉克访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4日在巴格达表示, 法国将继续与伊拉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继续支持伊拉克重建。 勒德里昂当天同伊拉克外长哈基姆举行会谈。 勒德里昂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法国希望继续与伊拉克,就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合作。 在经济方面,法国决定向伊拉克提供10亿欧人贷款,帮助依仗后重建和恢复稳定。 法国企业也应参与重建进程。 哈基姆表示,伊拉克再赏法国在伊反恐行动中提供的支持,期待同法国开展更多军事和安全合作。 哈基姆说,双方在会谈中还就加强让国文化教育交流、叙利亚问题和美军撤出叙利亚等议题交换了看法。 勒德里亚14日早些时候,里达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萨利赫、总理阿卜多勒曼赫迪等举行会晤。 此后,勒德里亚还将访问伊北部城市埃尔比勒和南部什叶派生成纳杰夫。 资料图,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 环球网军事12月16日报道,基于乌克兰军方消息。 当地时间,12月15日15时,乌克兰空军再次遭遇不测。 一架苏27战斗机在日托尼马州将落实坠毁。 飞行员当场死亡。 报道称,乌军总参谋部在原书上写道,2018年12月15日15时左右, 一架执行例行飞行任务的苏27飞机在日托尼马州着陆时坠毁。 飞行员丧生。 有关情况和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今年10月16日,乌克兰也曾发生一起苏27战斗机坠毁事故。 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16日在其脸书页面上发布消息称, 一架苏27飞机在文尼查州失事。 两名飞行员丧生。 其中一人是美国军人。 当时乌克兰和北约多国正在举行晴朗天空2018多国军演。 此次对机给该项点席,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公开来源情报领域,高分辨率卫星照片无疑是做保护, 为防止军事机密泄露。 一些卫星图像公司纷纷将出售的照片打码, 试图遮探或掩饰不得不与其他图像同况的军事设施。 在美军情报解读专家看来,此举无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甚至会提醒情报人员快看,这里有一处不愿意公开的秘密。 特殊处理反而带露,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研究员马特科尔达 在接受C4IFR网站采访时表示, 一幅被打码或抠掉部分内容的卫星照片, 往往会透露,比正常照片更多的敏感内容。 俄罗斯卫星照片提供商Langax公司最近发布一批 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零用卫星照片, 其中,某些部分被虚化的近乎透明。 他说,虚化部分很显然涉及高度机密的军事设施, 情报分析人员由此判断这些是重要的军事设施, 比如军营、机场或不对外公开的办公场所, 还能精确标定坐标,推而广之, 即可绘制一幅军事设施分布图, 对相关国家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对不同公司的多幅同场景卫星照片进行综合比对核交叉认证, 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挖掘更多秘密。 2014年3月, 法核人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称, 美金在荷兰东南部白银霍威附近的藏科尔空军基地, 储存有一批核武器, 甚至指明其中一处核武器仓库, 532号机库的确切位置。 原来, 谷歌公司卫星照片对整个基地进行模糊处理, 并标明防务用途, 而诺基亚等公司对532号机库位置黑化, 标明内部防务用途, 只有俄罗斯Yandex公司发布了高分辨率的完整照片, 532号机库的位置一览无疑。 赫尔达说, 原本空军基地建有机库不奇怪, 但谷歌等公司的处理手法预盖一张, 结合泛科尔基地处有核武器的传闻, 人们就对532号机库用途了然于心, 顺藤摸瓜获取信息。 赫尔达认为, 达马卫星照片往往更容易吸引情报搜集人员的目光, 但很多国家往往忽略这一点, 要求卫星图像公司对敏感设施进行模糊或虚化处理。 设在内盖夫沙漠中的以色列军火仓库,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作为情报搜集方面的行家, 以色列在设计和修建军火仓库时, 全面考虑保密需求, 他们为仓库披上严密尾装, 确保从卫星照片上几乎无法辨认, 但该国国防部要求卫星图像公司对本来与周围环境人为一体的军火仓库进行特别处理, 使得内盖夫沙漠凭空出现一匹马赛克, 则如日空里的星星, 顿时引起情报人员的注意, 然后, 情报专家通过分析周围环境和设施, 如运输道路、电力线路、停车场等, 再结合其他来源情报, 综合判断出目标的具体功能。 赫尔达说, 不同时段拍摄的卫星照片会传递一些变化, 如车辆位置、人员移动等, 有经验的分析人员, 和据此划断目标的用途和规模。 高科技带来泄密隐患。 文章认为, 达马卫星照片与此前线生理PP泄密事件一样, 给所有国家提了个显示入各个角落的高科技, 带来的不仅是便利, 还可能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赫尔达表示, 目前, 对卫星照片限利暂时没有好的预防方法, 只有要求卫星公司降低商业用途照片的分辨率, 或禁止他们拍摄、出售、或公开展示, 包含敏感信息或场景的照片。 政府还应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 限制普通人获取卫星照片的图片和数量, 把秘密泄漏的风险降到最低。 同时, 还应提高开放程度, 增加某些信息的透明度, 以减少人们的好奇心, 避免他们在费尽心思挖取所谓的秘密过程中, 触碰或泄漏真正的秘密。 苏波楼江波, XVUBATPLOS, 7500D21, 新华社沈阳1月14日电梯,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实施传播雷锋精神引领社会道德风向, 黄天德、海洋、张自田。 1961年, 雷锋道府顺增行和平储序所开办了一个存折, 并多次用存折里的钱, 向社会和灾序人民捐款。 1962年雷锋牺牲后, 这张存折里仍有一百元钱, 为了让雷锋留下的存折, 继续波发爱新, 经善及有关部门批准。 2010年,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联合驻地银行, 发起雷锋存折续层活动, 倡议金帝各界募捐善款。 如今, 雷锋存折累计接受捐赠211万元, 向玉树镇区与南汉区和希望小学等累计捐款近30万元。 全国18个省区市的灾区和单位, 都收到过以雷锋为名的捐款。 像这温暖的存折一样, 尽管雷锋已经牺牲50多年, 他的高尚勤操和伟大精神却一直在延续。 每年春节, 失去新人的孩子, 孤单的留守儿童, 福利院里的孤管老人, 子女, 外出打工的空巢老人, 都能在雷锋班过善于各位新的团圆年。 雷锋班, 雷锋连, 雷锋纪念馆, 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特有的教育资源。 这个部队历届党委, 都坚持把这三个平台, 作为引领社会道德风扇的窗口和基地, 积极面向社会传播雷锋精神。 50多年来, 雷锋班雷锋连官兵, 先后应邀担任了全国四百多所学校校外辅导员, 做报告四千五百多场, 听众达六百四十多万人, 收到国内外各类信函四十七万多封。 除了助人为论, 雷锋精神也蕴含着执着的金武之魂。 这个部队领导介绍说, 新时代, 部队坚持岗位学雷锋, 强军当千锋的理念, 把红扬雷锋精神与旅行使命任务结合起来, 帝族本职岗位, 苦练军事技能, 有效提升了核心军事能力, 跳豪钩, 钻矮墙, 弓高板, 爬低装网。 在这支部队组织的2018尖兵实战化比武决赛中, 中士郭旭峰, 以优异成绩获得金台, 并当选这支部队2018年的邪雷锋标兵, 邪雷锋标兵, 必须是金武标兵。 近年来, 这个部队推举显拔邪雷锋先进个人, 不仅考察是否助人为乐, 更看重是否立足本职金武强能。 像郭旭峰一样, 各个专业, 各个训练各目领军人物, 维修专家, 全能士官, 神香手等, 占到学雷锋典型总数的85%以上。 雷锋班战士, 军需保管员赵琪, 一年内换了驾驶, 维修, 管装三个岗位。 他拿出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的箭头, 练车辆驾驶, 吃饭走路都在比划, 练装备维修, 手掌模掉一层皮, 不仅仅是基层官兵, 党委一般人也发扬兵子精神扎根本职岗位, 以实际行动带领官兵, 再提升最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上谋突破, 求作为, 在最近一次善级组织的军事素质考核中,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姓名常委, 全部达到优秀。 12月, 全国多地大幅降温, 寒风中, 火金各部队战士, 东信, 正在火热进行。 小龙, 邓志强, 该速总队交易官骗须特战官兵, 正在进行雪地扑服前进卸炼。 环球网综合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日, 援引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 SANA报道称, 以色列空军, 对大马士格郊区, 发起导弹攻击, 大多数导弹被击落, 三名旭军人受伤, 弹药库受损。 据报道, 以色列空军, 对大马士格郊区, 发起导弹攻击。 续军方消息人士对阿拉伯通讯社表示, 续防空系统击退了攻击, 并击落了大部分, 从以空军飞机上发射, 经离巴嫩空域飞来的导弹。 该消息人士补充说, 损失仅限于弹药库受损, 三名军人受不同程度伤。 消息人士未透露, 哪些军民点遭到攻击。 据报道, 本次攻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多, 中美90天, 贸易停战期即将过半。 新一轮磋商, 9日在北京结束, 预定历史要日的谈判临时延长了一日, 中国副总理刘鹤也意外现身此次赴部级会议, 引来外界关注。 从谈判后的各方反应看, 落实承诺, 成为美国政府与商界反复提起的关键词。 美国贸易代表处9日声明指出, 这一轮谈判焦点放在实现两国贸易关系的公平, 互惠和平衡, 点出多项美方, 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领域, 包括强迫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贸易壁垒, 网络入侵级贸易机密的窃取。 双方还谈到中国承诺, 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业, 能源, 制造业产品, 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 美国官员向中方传达了特朗普政府决心解决贸易赤字, 与其他贸易结构性问题。 声明指出, 谈判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G20会台中的共识, 美方代表团返程后, 将向上级汇报成果。 行求下一步的指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9日较早前的例行记者会中称, 此轮磋商结果, 及下一轮会谈的具体信息会在稍后公布。 外界开吓, 下一步刘鹤, 将带领中方代表团访美,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面对面谈判。 瑞士达沃斯也可能是下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地点。 中国副主席王岐山, 与特朗普都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在刚结束的副部集谈判中, 美国代表团由副贸易代表格理师Jeffrey Jerich, 领军, 有多位开政部、商务部、 能源部、农业部的副部长及官员出席。 中方代表团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首文大领。 但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智囊, 副总理刘鹤, 意外现身会场。 从在场记者上载的照片可见, 美方代表团鼓掌欢迎刘鹤。